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竟然让我将那残存药义变化了不少 昌焕 你总算出来了 唐奥 好久不见 你恢复得怎么样 这下倒是巧了 你一直跟着你师尊 知不知道这次额外考核内容 按照规定 师父并没有和我透露过 恭喜你们 完成了基础考核 已经是勇武学院的学员了 我们已经是勇武学院的学员了 进入南域土第一势力 以后就有靠山了 安静 想必不少人知道 在基础考核后 有一场额外考核 关于其中细节我只说一遍 你们仔细听好 这次额外考核 在学院内一个秘境当中举行 考核时间为五天 每个人身上都会佩戴一枚玉牌 当玉牌离身 将会被传送出秘境 算作淘汰 最终判分时 淘汰之人 计算滞留秘境时间 而未淘汰之人 则计算玉牌数量 修炼点就像是勇武学院中的 特殊货币 能够兑换各种需要的东西 担药 灵气 战机神通 灵精等 有点意思 这个规定很灵活呀 而这次额外考核 所获预牌 可以十倍兑换成修炼点 秘境之门 开 穿过这道秘境之门 就是秘境所在 额外考核 现在开始 可敢一战 那你得先跟他上我 喂 你俩懂我消耀 秘境 也不知道勇武学院 有没有啥好单方可以兑换 什么秘境 修炼点 老子真是提不起兴趣 可惜 做戏得做全啊 这里的风景还挺美 有人来了 月牌拿好 用灵气在里面留下烙印 然后出了城门就好 原来考核的玉牌在这里发放啊 看来那边就是秘境的真正入口了 奇怪 旁边好像写了什么 过去看一下 竟然有人在偷偷跟踪我 看来把我当做软柿子了 有点意思 那就让我在秘境里会会你 这等废物还能进入秘境 乖乖给我奉献预牌吧 这里古墓如同高塔 高耸入云 还真适合偷袭 也不知道西花塔 算了 纵然是我的女人 也不可能永远活在身后一辈子 有时让她去独当一面 反而更好 跟了这么久 也该出来了吧 废物还挺机密 哦 你跟着我 是想要抢我的玉牌吧 小子 看来你算是富有的 交出个百万下品灵金 恭敬地服侍我 我带你撑过这五天 如何 有意思 抢我的灵金 还想让我服侍你 抱歉 你挑错对象了 也不妨告诉你们 第三重阵法中 有钱被暗中给我增加了试炼难度 银干净 九重 难道对方竟然在学院有护台 不想死 不想死就留下玉牌 滚 他的气势太强了 好恨不吃眼前亏 今天算我认责 玉牌给你 这些玉牌一旦灌入灵气 就会出现一个石子 两枚玉牌 竟然融合成了一枚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灌注灵气 就能看到玉牌有多少修炼点 夺得别人的玉牌后 也可以选择吸纳到自己玉牌中来 便于携带 还有五天的时间 越到后面 每个人的玉牌中修炼点越多 到时候夺得一个玉牌 收获绝对不小 这两天小爷 我先好好欣赏下 这密敬影的风景 这个小子 算盘打得还挺好 又踩到了什么东西啊 这山谷妖兽真多 真正要小心的 不是这灵兽占领 反倒是其他人 前面是什么声音 多谢公子 这人身手不凡 不知道是敌是勇 兄弟毅力非凡 居然能坚持到此地 佩服 不敢当 在下偿欢 不知道这位兄弟是 白罗天 这是担心我被级别太高的灵兽 占领攻击 应付不了被淘汰吗 彼此有缘 不如一同 边聊边走 好快的速度 看来在下眼镯 长兄非常忍啊 我们好快的 好快的 我好快的 我们好快的 我们好快的 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